Hello,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10月23日傍晚的6点51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看广州外国人聚集地的现状 也就是广州的小北了 这条路叫做黄世中路 我们可以看到路上很多一些外国人,看到没? 来到这里,我都感觉我去到了外国 这里不仅外国人多,这里的三铺招牌 看到没有,它都是标则双语的 看到没有,都是外国人 看店里面,都是外国人 不敢先选这一幕啊 看这是店,这店的话都是一些西商厅 我们开始来这里 看,外国人跟中国人在做生意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外国人 既有黑人,又有印度人 又有美洲人,甚至是阿拉伯人 哇,西班这一家都是外国人 主要也是因为,最近广州的话在举行了这个广交会啊 所以的话,很多一些外国人来到广州 进行采购一些商品,或者是干嘛干嘛 看店里面,都是外国人在吃饭 我都惊讶到了 如果不是看到这边还有一些 中国人,或者是一些中文招牌啊 我真的是以为我去到了外国 我真的是以为我去到了外国 富尔西餐厅 你怎么不就是我呢,我忘记我去 不仅这一边吧,那一边的话 也是有着很多一些外国人的 要不带大家过去观一下看一下 如果大家来广州旅游 想体验一下 想看看 比较有一些异国风情的街道 可以来这里逛逛逛看看吧 因为最了解的话 在那里啊,还是广州的黑暗聚集地 那里的黑暗特别的多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天球上啊 就有很多一些黑暗了 看到没 现在这里开花了 看起来的话挺漂亮的 看这一路上一眼万去 看这一路上一眼万去 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前方就是中国人 跟外国人在做暴役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一幕幕 有什么感受 我感觉的话 都是说明我们国家的贸易啊 十分的不错 都说明我们国家十分的安全 很多一些外国人啊 都会来我们国家旅游啊 经商啊 或者是球学之类的 从侧面的话 也反映出来我们国家的 综合实力啊 再不断地提高了 就短短的这座桥 一路的走过来 可以看到 这个外国人啊真的是挺多的 真是惊讶到了 那个黑人聚集地的话 在前方那里吧 看不到大家啊 逛一下这一边先 可以看到这一边也挺多黑人的 更外国人的 这里的话我来过很多遍了 之前的话只是黑人多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黑人还有很多一些外国人 中国人 都在这里发传单给一些黑人外国人 只要就是想跟外国人做生意吧 因为国内的话太卷了 所以的话就会有开拓一下海外市场 看能不能赚更多钱 看这里很多一些外国人啊 我都惊讶到了 如果这黑人的话 这个数量啊明显少了很多了 我记得我18年的时候来过一次啊 我记得我18年的时候来过一次啊 这里可以说是十个人啊 有六十个是黑人 现在可以看到十个人 有三个是黑人 有三个是白人 有四个是中国人 有四个是中国人 黑人开电车 这人的话算是完全融入了广州的生活了 这人的话来到广州 都是跟广州的一些老板做生意的 做贸易 这些人就说不是 这些人是老的 Steviepowers 可是这里不太多外国人啊 不愧是广州的外国人聚集地啊 这些人不佳是广州的外国人聚集地啊 不仅这里比较多外国人吧 比较广州的山元礼 那一边的话 也是有着很多外国人的 因为商人里那一边啊 有着很多一些服装行业 甚至很多一些产业吧 但是产业的话 给外国人采购起来十分的方便 因为那边的配套啊 以及产业量啊 都是十分的完善了 这就是为什么 外国人的话会聚集在这里 我去过上海吧 上海那里的话 也有很多一些外国人的聚集地 不过外国人的话 不过一些日本人的话 甚至是韩国人的话 都是偏爱上海的 但是广州的话就是 是赞多非洲人 阿拉伯人 甚至是印度人的亲爱 可能是这几个国家 所经营的方式 所从事的工作不一样吧 我们都知道 广州的话是做千年三度啊 做贸易的话 就要来广州了 这里可以看到 这路上啊 就没多少外国人了 没有刚才那么多啊 好了 容易失散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带大家逛到这里了 大家看完广州的外国人聚集地之后 有何感受 有什么想说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下个视频 带大家进去逛一下 广州的黑人聚集地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账 宋 里面